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 不孤与啪啪熊的小房间 我是啪啪熊 我是不孤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 太好了 今天不孤跟啪啪熊 来推荐一部有电子书 确定不会绝版的漫画 它叫做 那日文是 就是小可爱的意思 作者是 这一位是插画家 他原本设计的角色 最初是想要在 想要这样生活的 这一个插图作为主要角色 登场的 当时是被说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やつ 就是感觉又小又可爱的家伙 然后简称为 奇以卡哇 那也就是现在的名称 也是这一只 第一集的封面图上面 那一只小熊的名字 对 那后来渐渐收到 欢迎之后呢 Nagano他也另外开设了 以奇以卡哇 为专门账号 开始连载的漫画 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 发行了单行本 2022年的时候 开始制作了系列动画 然后就越来越有名 然后目前在日本 应该我不太确定 但也有可能就是 快要超越卡纳赫拉 应该说我身边有一个 很喜欢 吉以卡哇的朋友 他是觉得已经超越了 卡纳赫拉 那目前在台湾 我个人感觉 应该还是卡纳赫拉 比较有名 在台湾啦 因为是我同事 大部分都还是卡纳赫拉的谜 看得出来 他们的贴图啊 因为我身边的话 以贴图来说 就是我那个朋友 跟富姑会使用 嘿 Nagano的贴图 富姑是爱用者 可是我的贴图的话 会是同一个 但其实风格跟吉以卡哇 好像还是不同的系列 嗯对 我好像后来在看漫画的时候 发现 咦 好像图跟富姑常用的贴图的 那个熊熊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个感觉 对 跟大家广告一下 大家在LINE贴图的 那个store里面 会有一个 Joke Bear 搜寻Joke Bear 会有一系列的 可爱的熊熊贴图 然后我要炫耀一下 就是有部分的贴图呢 已经早就没有版权了 所以没有中文版 然后富姑有 非常厉害 对 很早的时候 就没有买光了 Yeah 对 它如果是日文就少了点什么 因为它那时候翻译 我觉得翻得很多 很 很精辟耶 很贴近台湾的 对 台湾的现实 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但是还是有部分会动的贴图 还是有中文版 推荐 所以如果想要的话 也可以顺便手刀下单 咦 我们的范围是不是从漫画变成了贴图 但我们没有收到业配 没有业配 没有业配 对 我们没有业配 好 那再拉回来这部漫画呢 为什么我们会挑这部漫画作为 兔年最后一本作品呢 我们就是简称这一部作品 叫做兔年最后的荣光 因为它是在农历的兔年 然后我们录的最后一部作品 那其实这一部作品放在这一个位置呢 是我们故意放在这个位置的 是为了做一个铺陈 因为就是兔年跟龙年的交接嘛 然后虽然说吉尼卡娃的主角 其实并不是兔兔 但是因为兔兔是吉尼卡娃 很重要的一个朋友 所以我们就还是把它放进来 然后另外一个 会把它放在这一个位置的理由呢 大家只要听下一集的节目就知道了 我们在这边就要先卖个关子 因为目前台湾只有出一到三集 是 然后一到三集 我跟不顾看完的心得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很认真的在揣测 因为之前 我们有邀阿芷一起来录这部作品 那阿芷就说 他听说这部作品是用很可爱的外皮 去包裹非常黑暗的故事 然后我们两个就想了很久 我们还是努力的参透 后来我就是去网络上面查的时候 才发现说 好像是日本那边 因为日本毕竟进度比较快 日本现在出到第六集了 然后他在后面的故事 可能会有一些是 跟我猜啦 可能日本的当地的一些传说 秘书传说 之类的有关 因为毕竟他画风就是这么可爱 他可能没有把那很可怕的画面画出来 可是如果是网友看完之后就会讨论说 诶那个难道 难道是那个 细思极恐 对他们就会细思极恐 所以阿子就是说他不要看 可是因为我们看一到三集 我们觉得 就是好温馨哦 好可爱哦 没有没有 我那时候一直在揣摩阿子所谓的黑暗 然后我稍微有一种 比如说他的世界观 我觉得他的世界观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诡异的世界观 诡异吗 就不是单纯的日常可爱风 他的世界观其实 细节不剧透 但你可以知道 记忆看完我们很努力的在赚钱 哦 然后过得还蛮拮据的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拉个防雷星 因为我其实也是蛮想讨论 我想听你说耶 因为我自己看 我就我不知道 我可能比较肤浅吧 我就很单纯的觉得说 这群人好可爱哦 然后就好可爱哦 就好可爱 对啊 很可爱 而且颜色很温馨 是没错 认同 其实很温馨 而且我其实想要顺便 好啦 我们今天本来想说要讲个十分钟就好 我会不会最后又不想讲到四十分钟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们最多就二十分钟而已 好啦 其实不会讲到那么久 然后 这边其实泡泡熊要补充一下 就是我刚好提到说有个朋友 他很喜欢记忆卡哇嘛 所以其实我去年 2023年在跟酸妹去日本玩之前 就知道这部漫画跟动画 然后呢 去日本玩的时候 就刚好看到他们 就像我们常常也会 台湾的超商也会有一些联名的 就是跟卡通联名的作品嘛 然后我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就有吃到那个 跟基忆卡哇联名的披萨包 那这个披萨包呢 就是导致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 看到那个披萨 我就想说 这难道是因为 是因为这部作品里没有吃到披萨包 所以那个商品有找他们联名吗 我觉得这也是 很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 对啊很有可能 我跟你说其实后来 除了披萨包之外 风迪拉面也有 因为那个作品里面 这个作品里面 小八猫跟就是基忆卡哇 他们两个会一起吃那个风迪拉面 而且风迪拉面 每次小八猫都会讲成风苗拉面 就很可爱 我记得前阵子吧 我就有看到朋友转发 就说那个风迪拉面 就还真的找他们合作了 它里面其实很多食物 我觉得也是互相 这算互相带动吗 就是他们里面吃的东西 其实就会影响到 就是现实的生活 从漫画里面波动到那个外面的世界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点 然后另外呢 第二个就是 我在日本旅行回来的时候 在飞机上面 我左边刚好坐了两个女生 我猜他们应该是不认识的 然后呢 一个是 我知道台中人 因为我听他们有讲到说 其中一个是台中人 然后台中人的那一个 他是不知道有基忆卡哇的存在 然后另外一个是 为了基忆卡哇 一个日文都不会 但是他就是为了去参观 那个日本的基忆卡哇展 所以他就为了爱 他就是义无反顾的就飞了 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就立刻拿出他手边 他有带上飞机哦 他拿出他的大包包 展示他的战利品 我也在旁边一直用那个眼角余光 一直偷瞄 这就是他的美丽 会让你想去日本这样子 听起来 听起来真的是威力不小 对呀威力不小 我其实那时候本来还想说 哦那就是不顾用的 不顾喜欢的那个贴图吧 就很单纯 就只这样想而已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 他是好像比较长拿 那个兔兔的那个周边这样子 赚爆了 赚爆 我不知道他接下来 会不会在台湾掀起一股旋风 有可能啊 因为好像逐渐在超商 也有看到那种 就是悠悠卡的那个卡贴啊 或是卖卡片也会 我逐渐有看到吉尼卡瓦的那个 你知道身姿 出现在各个商品上面 好期待哦 因为真的很可爱 以下的部分呢 将会涉及剧透 如果介意剧透的话 请不要再往下听咯 好了 那我来说一下 他很可爱 他很可爱 他很温馨 没错 然后我就在揣摩 啊 只是说得很黑暗的这件事 我个人只能勉强从 他的世界观 是不是有一点 过于现实跟黑暗 这一点去揣摩啦 那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哦 因为其实我们的主角 非常努力也在过生活 基本上是工作一天 吃一天的这种日子 对 然后他们很多困难 然后他们解决的困难 或是从困难中挣脱出来 然后就变得很快乐 很温馨 但是那个世界观 是有点黑暗的 世界观有点黑暗 比如说小巴猫 他住的地方 我有点怀疑 是山洞耶 对 是山洞的 没有门 冷嗦嗦 对呢 然后要买个什么东西 都买不到 要在哪里算钱 然后你要考 八草的资格 考你的薪水 才会比较多一点 对 这么多么的现实 然后我还看过 他们吃各种 各样的东西 就是这部里面 很多画面 都是他们在幸福地吃饭 但有时候吃的东西 我很讶异 为什么 他们在吃可以吃的草 哦对对对 有有有 有一块 我忘记是哪一集了 他们在吃可以吃的叶子 对 然后那时候就满头问号 嗯 对他有一些小短片 我其实没有看得很懂 但反正就很短 所以我就想说 好那我就看下一话 有些可能是因为 我们不是日本人 他们有些梗 我们可能get不到 有可能 尤其是谐音梗 哦对对对 像那个风笛拉面 跟风苗拉面 其实如果用发音来说 我觉得他应该是翻译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理解 他是在讲那个 可能有略微的不同 那我觉得用笛跟苗 也是蛮有趣的 就是至少 因为我们是用阅读的方式 所以这样子看一下 就叫 哦我懂 他就是插了一个 微妙的字 至少我们还知道 是那个谐音的梗 对啊勉强知道 像我一开始在看说 小巴猫跟吉卡蛙 他们两个为了去吃那个 好像很知名的拉面店 一个叫做狼的拉面店 对 然后他们为了吃那个狼 对 他们好努力哦 我内心 其实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也是有点问候的 我想说 去拉面店要做很多的功课吗 哦我懂耶 那一话我有懂耶 真的吗 对啊 你就是要按那个机器吗 不是啊 就是你第一次去接触到 那个新的科技 然后你就会在网路上搜索 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确认你有攻略了之后 然后第一次接触那个点菜的机器 你要确认怎么点 然后又怕自己点错 但是别人都很熟练 你就很有压力 然后当你在赖个机器 前弄太久的时候 后面的人就会催你 对 压力就来了 然后就慌张 然后有种发现新世界的感觉 难道是因为你没有这样过吗 我有这样过 拉面机那个的确是有啦 可是因为可能 后来比较习惯了 就有点忘了 人生的第一次 总是令人害怕 尤其是在你平常 没有在接触这种东西 他们可能也是 第一次去吃那么好吃的东西 第一次去这样子的店 然后就会认真查功率 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钱 他们的口袋是真的不够深 真的 然后吉一卡瓦 还整天都在搞抽奖 但他都会抽中耶 对 我就看到有人 对他的那个角色设定的 那个说明页 就写说 他是个抽奖运超强 但考试运很差的人 其实我觉得吉一卡瓦 他也是一个很 我觉得他是很温暖的一个角色 他就算抽奖运很好 他也都会尽量把他 就是可以抽到的东西 都是跟朋友分享 然后他为了存钱 所以他就会想说 如果去考那个检定考的话 拔草的检定考 我希望想说 这是什么样的检定考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 有点像是RPG游戏 然后他们是小怪 他们要去把小怪 给他弄死 然后去领钱 或者是拔一些低等的药草 然后你知道在RPG游戏里面 那个就是最底端的存在 天哪 那你这样讲 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像 就是我们可能 一开始进游戏的时候 都会接到任务 说我要几个草 那种低阶的草 我们任务做个两三个 就马上去下一阶了 可是那种低阶的草呢 就是吉一卡瓦 他们每天要去做的事 然后拿那个钱 去换一两个铜板 你懂我的意思 对我懂你的意思 然后就过得很辛苦 底层的人 然后每天拿到一两个铜板的时候 我今天有钱可以吃这个了 不行他们就吃叶子 可是我觉得他们很快乐 他们还是很快乐 对他们很快乐 他们会因为小事很快乐 所以就很治愈 但是隐隐约约有一种 这个世界观是不是 不是很梦幻 过于现实 而且不是很梦幻那一点 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管理 算是管理他们的那个铠甲人吧 然后铠甲人中有一个 真是超爱手作 就是他会做很多的小东西 制作小背包 然后拿去摆路边摊 吉一卡瓦跟小巴帽 就跟他买了一个小包包 对 所以就简称这一个摊贩者 叫做小背包铠甲好了 那小背包铠甲 除了做手作背包之外 他还会做睡衣 就因为做睡衣 然后就发现他们三个穿起来好可爱哦 然后他就拿去贩售 我甚至都觉得说 他们其实搞不好像吉一卡瓦 他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辨认说 他们是主角 所以他们有脸有颜色 然后其他跟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的 就会变成灰色的 他可以用吉一卡瓦 然后小包猫跟兔兔 把他们那个当做样板 然后就可以大量生产 然后继续卖 然后就发现好像也蛮 卖得蛮不错的 然后就变成说 这一个小背包铠甲 他就跟吉一卡瓦 他们走很近 然后有一次还被他的上司提醒说 你这样跟他们走太近了 那时候我其实内心有卡登 想说 好像哪里不太对哦 是被管理的一群家伙 你说管理阶层 跟那个底下员工吗 我可能想到比较就是 设定的部分 我想说之后 也不知道我不会接了 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后面 还是说他们只是单纯的维持着这种 就是有点像管理阶层 跟被管理群体的关系 然后说到小怪 因为这是一个 认识RPG游戏的世界 小怪们的世界 所以里面有很多怪物 其实对它没有生命威胁 哦 这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生活的世界 或许是因为这样吧 是这样吗 不知道我在揣摩 所谓的黑暗是什么 对啊 我也还在揣摩 然后 有一个地方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蛮有共鸣的 因为就是 我刚刚提到那个 拔草的检定考 吉卡娃他很努力的准备考试 但他真的考试运很差 他至今还没考过 我们看到第三集的时候 他还没有考过 然后小八猫只是 去旧书滩随便 也不是随便 就是旧书滩买到了一本二手书 然后就跟吉卡娃一起去考试了 然后小八猫一次就考过了 吉卡娃考不过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两个关系很好 然后他们也很珍惜彼此的友谊 然后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有一同 就是你知道就是有共鸣 然后就会 觉得说心灵相通那种感觉 很感动很开心 但是像这样第一次遇到不同的心情 的那个感觉很复杂 但考试就是这样 有人上榜有人落榜 然后那个情绪的温差 有一种要有劲的feel 会不会担心 对 对 担心 就想说这怎么办 后来他们其实是 还是好朋友啦 而且我觉得吉卡娃 他也算是很快就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了 我也曾经有考试办很多次 就是 对于那种一次就考过的人 我有羡慕激怒 没有啦 就是 有一些情绪就是会 因为这个故事而被勾起来 但是 我目前比较有共鸣的地方是这里啦 但是因为他后来他们两个 就是还是好朋友 然后 很开心的 一起去吃拉面 就对他们来说的庆祝 应该就是去吃那个狼拉面店 他们 情商其实还算高 对啊对啊 我觉得很不错 没情商的是那只兔子 你说兔子吗 我觉得是小桃鼠吧 哦那个不用想 那个在主角群之外 哦也是啦 那一只就是 可是兔兔不就是所谓的 不会看ky的吗 就是他不会看空气 对啊 然后他什么都很强 诶真的 然后那个讲话都不大会说话 对他们三个主角里面啊 就只有小巴猫的语言比较流利 然后吉卡娃 他好像 不会说话 对啊 他只会有时候会用哇 或是 就是一些比较 惊叹的那个语言 对 他主要都还是透过表情 肢体语言来表达 然后小巴猫会解读他 然后再转述给读者 然后或者是直接跟他互动 然后让读者知道说 吉卡娃 他现在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应该说 大家都很有特色 温暖 温暖 好啦 我其实也有点期待说 后面会不会出现 阿芝说的 就有点黑暗的地方 但是我看漫画 他其实后面的简介上都有在说明说这个世界观是令人有点不安的 真的吗 有啊 简介你说最后一页喔 对啊 啊我没有看到最后一页 就是下一集预告 还是简介 我记得漫画里面有 嗯 就是出书的那个里面有 不是网路上连载的 是出书的版本 就稍微有编辑的后面的说明啊 然后是预告 嗯嗯嗯 对就有点名说 不安的世界 哈哈哈哈 实际确实是一个让人蛮不安的世界 然后又没有钱 因为工作得很辛苦 哇 那这地方底下是蛮写实的 但是他们情商很高 然后他们可以愉快地度过每一天 真的 没办法吃拉面就吃可以吃的草 好悲伤喔 不然就是一直去抽奖 抽到了房子 耶 然后拼命吃布丁 抽手指烧 哈哈哈哈 然后没抽到就住石头里面 哇 不行啊 我不能这样解读 都是阿紫 阿紫害得 他让我一直用那个黑暗的方向去揣摩他 哈哈哈哈 阿紫 没关系 阿紫不会听这集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应该没有关系 好啦 反正就是 总之呢 我们因为事先就是阿紫的这个反应 让我们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 尝试了用比较灰暗的角度来切这部作品 但如果你是单纯的 单纯的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 不要想太多的 不要想太多 比如超异的话 我们算超异的吗 好啦 没有 我有很多问号 不过你们可以把我们这些都 抛弃丢掉 砍一边 单纯的看他们真的很可爱 他们几个就非常可爱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周边 好喜欢那只海盗 哦 你说那一个 那只海盗超可爱 超可爱 很帅的那个前辈吗 对 他超可爱的 哈哈 你那么喜欢他哦 对 我最喜欢他了 我想想 我记得他好像是 那个可以在武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他是那个任务榜 排行榜上面最强的那一个吧 嗯 然后他对后背有提息 然后很喜欢吃甜点 他吃甜点的时候 那个脸 会揉那个脸颊 整个人融化 哦 超可爱的 我还以为你最喜欢吉尼卡瓦咧 我最喜欢那只海盗 他脸要融化的时候 真是可爱爆了 不顾也融化了 对 融化了 好 那我们差不多就录到这边好了 再讲下去 我们可能就只是一连串的可爱可爱可爱而已 大家可以把我们刚刚就是聊天的内容 直接把它丢到一边 然后就认真的去看一到三集吧 真的很可爱 然后他也有动画可以看哦 如果想要看动画的话 有动画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边啦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龙年第一部作品 会推荐什么样的作品咧 大家可以猜猜看咯 看你有没有赌对 赌对没有奖品 赌对没有奖品 但是如果你有听下一集的话 你会听到除了布固跟啪啪响之外 还有一个神秘嘉宾会出现 他算嘉宾吗 那大家期待一下